教你們這實在很有趣 一樣兩個同學 假設現在我們想自己就好了 有一天你們在一個行業裡面 做酒的這個產業 假設你是做T恤的 做T恤的你知道嗎 你做T恤 T恤就這個樣子 T恤的畫起來 大家都知道什麼是T恤 T恤價格也差很多 你做T恤 T恤的特色就是沒有理由 T恤 你做T恤 你在做T恤的行業做得多 這很多是紡織業 做T恤 做T恤做了幾年之後 你想出來自己開幾個好朋友 也是兩三三五好友 也是三五好友 通常我們在創業的組合 我們創業組合有兩個人 可能創業組合你一定要想清楚 一個人 一定是做業務的 你有業務能力 你知道嗎 另外一個一定可以研發 有技術 你有技術能力 開餐廳也一樣 開餐廳也一樣 一個會主 一個會怎麼樣 有客戶 可以去欄客 你知道嗎 也可以去欄客 去外面社交欄客 開餐廳也一樣 一定是 做T恤一樣 每個人在某一家公司 做了幾年 做了幾年 你發現到瓶頸 為什麼 那是家族企業 家族企業 你做做做 你也升不上去 到瓶頸 有些家族企業 大型的 跟他做沒關係 我們也不要講什麼公司 通常一個通則就是 你去任何大型的公司 他也是家族企業 可是你可以做業務方面的 你做業務方面 做做做 他大概最後 你可以到年輕兩百萬 了解吧 我們很多家族企業 大部分都家族企業 有了幾個家族 幾個股東 當時開了而已 那沒關係啊 我是外人沒關係 我是外人 我做啊 我一直做到頂的時候 我做到業務經理 或做到什麼時候 我年薪差不多兩百萬 那也可以啊 甚至有了給你五六百萬 都可以啊 更大的家族企業 更大型的 所以家族企業沒關係 但是小型家族企業 你做一做 發現你也升不上去 那怎麼辦 要創業啦 要不然再老有 他就被人家趕走了 是不是 總要自己提防一點 雖然有個老闆很善心 可是你不能保證 他的兒子也變得喪失 也有善心啊 他就被趕走怎麼辦 那為自己打算 你們現在才二十歲 你知道嗎 我們榮華一百年周年 校慶的時候 你們已經七十歲了 是不是 那時候麻煩你們再回來 看向母下 你們跟兒女或孫子 摻扶著你們回來 也不用摻扶了 其實還好 然後保養都還好 對不對 還不錯啦 榮華一百周年 但我們看不到 這留給你們看 我們看到五十周年 我可以看到五十周年還不錯 五十周年還辦 這個東西還不錯 這袋子還蠻漂亮的 我把它保留下來 那你幾個好朋友來開個T恤怎麼辦 你有業務能 你一定要有點本事啊 你不能一塊人 什麼都不會 只會領薪水跟吃飯 是不是 那時候你可能已經有一些 基本客戶了 再做也做不下去了 升不上去 再找個有研發能力的 有創意的 或是有創意的 有idea的 出來 一起 來 開個跟吃飯 這時候你要考慮是什麼 你要考慮的 就是 我在我真的公司開下去 我這裡面有誰在競爭嗎 有誰跟我競爭 現存我那請在場上 T恤類似什麼啊 我跟你講 近似於完全競爭市場 近似 它一定是一個紅海 一定是一片紅海 競爭超激烈 因為這不用太複雜 大家都可以開都可以賣 是不是 那怎麼辦 你的產業 肯肯就是一個競爭型的市場 你是一個競爭型的市場 這時候你要考慮你T恤 替代品有哪些 很簡單 你再Google一下就可以看出來了 你只要輸入短袖休閒服 你的替代品通常是短袖 書寫 這個英文不知道怎麼寫沒關係 英文不知道怎麼寫 Google一下就有了 知道吧 這我昨天教那個 化信電商的時候 就用這個例子 你知道嗎 就真正英文 因為你要找關鍵字 你要找關鍵字 我說我就 我把複購一下 開玩笑 為什麼不知道休閒服役 那是什麼 你再去Google一下就可以了 好啊 好 這種了解 你這個產業一定是 競爭到最後 你幾乎不用去考慮對手 對手多到可以不用去考慮 這種行業 對手多到可以不用去考慮 對手多到可以不用考慮 對手已經多到不用去管他了 這叫做完全競爭市場 做T恤多的什麼東西 大家都會做 你的買家是誰 這時候會不會來了 你的買家 供應商是誰 你做T恤 你做T恤 供應商一定是布料廠商 對不對 他供應布料 你的布料廠商 有些布 看你是什麼布 有些還是機能布 有些還是棉的 棉啊 棉啊 或是機能布 或是什麼東西 都有 是不是 啊 是這樣子 都有 你的供應商的 溢價率 你 如果你是一般打三 你供應商溢價率會表現在你 我跟你講 一個空者 先把我們關一下 溢價率 溢價率是什麼東西 溢價率 啊 對 供應商的溢價率表現在哪裡 可以把它轉到這邊來 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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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他抄到這邊來 供應商的溢價率 供應商的溢價率 因應商的溢價率 溢價率是什麼意思啊 溢價率 溢價率其實就是 你 被需要的 被需要的程度 用一句话来讲就这样 当然我们可以用弹性的概念 用很多概念来说就这样 但其实是被需要的 如果人家越需要你 你的溢价力越高 别人 越需要你 你的溢价力越高 这是那么简单 当你经济学还记得话就说 需求贪心越低的话 如果你人家对你的需求贪心越低 就是非要不可的话 你的溢价力会越高 我们用这样来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 供应商的溢价力就看我需不需要这个供应商 如果这个供应商很多的话 做这布料很多的话 我就不大需要它了 就是不可以找别家 那通常来说 通常来说 我们这边就要考虑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你供应商对它的溢价力 就看你需不需要它 那如果我们来想个问题 如果你量很大 你量非常大 你下的订单 如果占它的一页额的50% 像任何的供应商在你面前 都是很小 都是这个唯一不足道 因为你量够大 你量够大 如果你的量够大是一家里的 如果你的量很小 你是下一百件 开玩笑有没有人要把你做都是问题的 是不是 做T恤不简单 你可以去看 以前我看那个天下杂志有报导过 为什么讲T恤 他讲彩虹田野 彩虹田野就是两个年轻对男女的创业 我那时候看天下杂志的报导过 做T恤做鞋子都不简单 做衣服它是不是有size 你最少要S、N、L、X、L 你要四个size 还有T恤的话 至少四个size 一个颜色要四个size T恤你可以只有一个颜色吗 没办法 是很多颜色 那你几个年轻人刚创业的时候 你跟这个厂商讲说你要跟他下定 你到底能下多少啊 你知道吗 你能下多少啊 就你的订单能下多少啊 有时候人家不理你 还有做鞋子也一样 做鞋子 鞋子更不杂了 鞋子 女生可能穿6号 对不对 可能更小 5号半 6号 6号半 7号 7号半 8号 女鞋大概可能也要做到8号 或什么 再大没办法 女鞋我不知道 像我男鞋我要穿10号半 我要穿10号半 我脚比较大要穿10号半 那你可能要从7号多 一直在做上来 这时候问题又来了 同一款鞋子 你都做上模样的事 所以这不容易的事情 这不容易的事 所以你看你面对供应商 你的溢价率怎么样 你们两个直接溢价率 你有办法让他帮你做吗 或是做的话成本有优势吗 第二个就是买家顾客 FIRE就顾客 顾客的溢价率 也就是他非要跟你 非要买你这家东西 顾客吗 他非要买你这家东西 顾客吗 这也是一个要考虑的书 是不是 好多事 这些东西 是吗 我赶紧 你现在 think 你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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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赶紧 谢谢大家